学生们阅读完书籍除了以文字来写出读书心得之外 其实也可以透过美术老师的指导 将希腊神话跟神怪奇兽 变成了一幅幅极具创业的艺术作品 由中正国校跟立新国校 以神话人物跟夏卡尔家的印象为两大主轴 创造出了多元丰富的作品 也开幕这一天是找来学生当起了导览员 希望带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受 六年级学生当起导览员认真讲解每一幅画作 将学生们阅读完的书籍透过美术老师的指导 把西方希腊神话或是东方山海经理的神怪奇兽 加上学生的想象力 变出一幅又一幅的艺术作品 要带给民众不同的视觉图像体验 因为我们学校没有美术班 可是我看到小朋友的作品 并不输美术班的小朋友有专业的能力 反而觉得是更好 而且用色非常大胆 所以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惊艳 那学校也很棒 给我的小孩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做一个导览 然后让他在美术方面更有能力 以狮子的特征 就是中毛还有尾巴 加上我自己的样子 就会变成像 加上狮子的样子 就会变成像这样的画 由中正国小和立新国小 以神话人物和夏卡尔加的印象为两大主轴 进行两校连展 作品相当丰富多元 有平面画作也有立体展示 而这一次的展览将先在中正国小展出 12月再转往大理立新国小序展 然后本校的主题是以传说中的奇形异貌为主题 然后以希腊神话 山海经 台湾传说的妖怪故事等为创作的主题 那让小朋友遨游在神怪故事当中发挥无极限的想象力 主要是夏卡尔对家乡对家庭的一种眷恋跟一种想望 所以小朋友在创作的过程中有把家里的布置 那对家庭家人的优点都把它呈现出来 然后也看到非常令人赞叹的作品 一串串金色的神兽豆排 是学生们特别将纸盘漆上仿同颜料汇制而成 将书里读到的神话传说 变成色彩缤纷的神兽和精灵 不但发挥无限想象 也带领民众走入魔幻世界 记者张伟玲 台中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